这个蓝色包裹里 是一个刚死去的女婴 女婴的妈妈 因凑不够三件手术符的钱 而耽误了剖腹产时间 当爱心人士终于凑够钱后 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当天还有大约十到十五个孩子死亡 在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拨 越来越多的孩子因饥饿而死在街头 然后被裹进袋子草草埋掉 这里没有社会援助 医疗保健系统已全面崩溃 白天满地饿票 夜晚暴动枪战 现在警察已经全面封锁了 圣罗沙德阿瓜区 不许任何人进出 夜幕降临 怀孕的单亲母亲基亚拉 正带着四个孩子燃起简陋的小油灯 一家五口人在恍恍惚忽忽的火光中 沉默地吃着晚饭 邻居家的孩子饿死了 基亚拉因出售自己的身体换钱买了少量食物 此刻一家人既疲惫又麻木 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度过 马拉开波是委内瑞拉的石油之都 曾一度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过去几十年来 由于腐败和管理不善 让该国逐渐沦为一个脆弱的国家 据联合国难民受统计 自2014年以来 已有约700万人逃离这里 这也导致了约100万儿童被父母遗弃 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局面 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女性 卡罗莱娜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并邀请了医生和营养师 来改善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 最近当地暴力事件频发 为了保障女儿的安全 卡罗莱娜准备将她安置在城中 一座相对安全的女子寄宿学校 那里为很多无处欺身的女孩 提供了避风港 是玛拉开波混乱家园中的 最后一片绿洲 此刻 卡罗莱娜准备接受一个 昨夜刚刚离世的女婴 在完成所有手续后 她和工作人员 小心地将这个女婴 安放进木箱中 随后 两人细致地为这位小天使 整理仪容 为她举办了一场送别仪式 昨晚 约有十五个孩子 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在如今的玛拉开波 早已成为人们 司空见惯的悲剧 当清晨的地狱里阳光 洒进卡萨霍加尔女子寄宿学校 女孩们准时起床 走向礼堂 她们将在一场晨间祈祷中 开启崭新的一天 这些女孩 大多是无依无靠的孤儿 自从妈妈三年前去世后 瓦莱利亚和哥哥 相依为命度过了 非常艰难的时光 瑞秋的父亲去了哥伦比亚 母亲去了苏克雷 她上一次见到妈妈 还是五年前 这所学校中很多孩子的父母 早已移民到国外 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 抛住脑后 完全不闻不问 作为这里的领导者 修女安东尼亚 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 不仅会为女孩们 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学业上的支持 还会给予他们 精神上的温暖关怀 现在 她早已成为孩子们 心中的一座灯塔 是他们灵魂深处 最亲密的依靠 在圣罗沙德阿瓜区的 一处民宅里 孕妇吉亚拉 正在有气无力地洗着衣服 她已经两天 没讨到东西吃了 而让她更自责的是 孩子们 也不得不得跟着她 忍受饥饿的折磨 大儿子约贝尼斯 感觉自己快要饿疯了 她掏出一把手枪 直出家门 明知道门外充满危险 也要去弄点食物 看着儿子离去的背影 吉亚拉感到很无奈 自从她的父亲去世后 这个十四岁的孩子 变得越来越叛逆 母亲 卖身换钱的做法 令她绝望和愤怒 她加入了街头帮派 每天和一些小混混在一起 偷窃 杀人 抢劫 根本不听母亲的话 时局动荡的委内瑞拉 目前正在经历严重的饥饿大潮 长时间吃不上饭 露宿街头 让很多人跨境到哥伦比亚 寻找新的庇护所生活 被逼上绝境的吉亚拉 现在带着三个孩子 来到了哥伦比亚 与委内瑞拉的接壤区 如果一切顺利 她将住进哥伦比亚的跑道难民营 在那里 只要按时缴纳月费 就能得到三餐和住处 但约比尼斯 并没有和妈妈和弟妹们 一起前往 虽然每天回到家里是感到孤独 但她还是选择 一副帮派生活 晚上 她时常会和兄弟们 在街上持枪打劫 无论是带着金表的有钱人 还是吵闹的孩子 都有可能被他们 以枪毙命 暗夜之中 吉亚拉正带着孩子们收集废品 只要能赚钱 她什么都可以做 无论是在哥伦比亚 还是以前的委内瑞拉 她的人生 似乎永远都逃不开 贩毒 偷窃 以及出卖自己的身体 她很不情愿 但如果不这么做 孩子们就得饿着肚子睡觉 而最让她难过的是 大儿子约贝尼斯 非但不感激 反而还因此鄙视 甚至威胁过要杀了她 但作为母亲 她很能理解约贝尼斯 为什么要加入帮派 她也不过 只是想为家里 争取到一些事 今天 吉亚拉带着孩子们 来到医院检查身体 最近她经常头痛 压力很大时 甚至想过自杀 但一想到几个孩子 还需要照顾 她就一次次放下了这种念头 医生诊断出 吉亚拉已怀孕快三个月 这是33岁的她第六次怀孕 腹中的胎儿非常健康 但此刻的她 却无比绝望 马拉开波的街头 出现了久违的和谐一幕 卡罗莱纳和路过的邻居打招呼 这里 现在是查塔雷罗人 和当地帮派的分界线 过去这里的双方 如同一个大家庭 但后来因为一场矛盾 产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 造成很多年轻人死亡 随着矛盾不断升级 两方的头目也因此丧命 再后来 一切就都失控了 甚至会有人在社区里 无差别的杀人 曾经有林河墓的社区 就这样毁掉了 如今双方的暴力冲突 还在继续 警察和国民警卫队 也时常突击这里 对于约贝尼斯来说 杀人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因为如果被敌对势力的人抓到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在家人们外出逃难的日子里 他早已和这个水深火热的时代 达成了默契 毫无波澜地面对一切 成为他活下去的保护色 麻辣开播的寄宿学校里 女孩们悠扬地合唱声 飞出围墙 她们看起来与约贝尼斯年龄相仿 但那无忧无虑玩耍的身影 却像是活在另一个世界 瓦莱利亚很庆幸 自己能在这里 过了三年平静的生活 而原本对寄宿生活 极为不适应的斯蒂芬尼 如今也早已被同伴们的温暖融化 她告诉安东尼亚 希望自己未来能上大学 而她的终极梦想 是成为一名可以环球旅行的女演员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能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中 找到安全之所 诸如吉亚拉的孩子们 今天她的两个小女儿 阿查和卡雷尔 即将开启第一次上街乞讨食物的旅程 她们心怀忐忑地出发 在马拉开波的街头 茫然游走 宛若两只无助的小鸟 在残酷的人间里 寻找着一丝丝希望 因为她们怀孕六个月的母亲 实在病得无法起身 为她们寻找食物 由于无法赚到任何收益 吉亚拉和孩子们 只在哥伦比亚的援助中心 待了十五天 就被迫返回委内瑞拉 此刻 吉亚拉正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 一想到自己的女儿 如此严幼就要开始出门乞讨 她就为自己的无能 感到深深的自责 前来探望她的卡罗莱娜 为她做了腹部按摩 她建议吉亚拉 在孩子出生后 应该尽快去做绝育手术 她也认为 女孩子们不该上街乞讨 因为可能随时会面临 被绑架或杀害的风险 卡罗莱娜十三岁 就加入了街头帮派 那是马拉开波一个 绑架勒索 无恶不作的危险团伙 过去 为了生存 她曾参与过很多罪恶之事 后来 渐渐成为四个帮派的头目 在当地拥有相当的权威 然而现在 她已退出监护 转而信仰上帝 并开始致力于 帮助青少年们 远离暴力街头 重返校园 这些年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很多孩子 创造了更好的生活条件 她希望让他们 远离自己曾经的苦难 走上一条充满光明的道路 马拉开波的午夜街头 枪声此起彼伏 仿佛无尽的噩梦 国家警察 警卫队 联邦调查局纷纷出动 强力镇压之后 三名警察身亡 一名受伤 在紧张的局势之下 街头帮派和警察之间的冲突 也愈演愈厉 最近 当地新来了一名委员 他常常会让孩子们 站成一排兽肾 并肆无忌惮地 殴打这些年轻人 视人命如曹芥 把人当动物一样出绝 这些暴力事件 和长期不太平的生活 让当地的老百姓 感到窒息 人们每天如履薄冰地活着 祈祷自己 不要遇到各种 为非作歹的团伙 约贝尼斯 也害怕死亡 尤其害怕自己 会在五十岁前死去 他每天混迹于帮派团体之间 处境格外危险 但他 又能怎么办呢 虽然他加入社群的初衷 只是想为家人找口吃的 没想到如今 在子弹中穿梭 成为他唯一能选的路 但他会在那里 去看什么 去看 据人权组织称 在过去十五年里 委内瑞拉有八千人 在突袭中被警方欺毙 而那些被遗弃的年轻人们 如果继续沉溺于毒品和暴力 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 那么他们的终点 将是无尽的破碎 与死亡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